是的 您那个服务员都没有戴口罩 我的 那一位也是没有戴哦 哎呦 你不要鸡婆人家了好不好 刚才我一直给对面那个Burger的味道吸引到 每次看你朋友我出来他吃火锅 结果自己在那边吃掉蛋 谁跟你做人看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Xiaos 哈啰 大家好 我是Mona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里面 订阅我们的朋友们记得要 订阅打开小铃咯 叮咚叮咚 OK NCO 2.0 来啦 够力啦 今天是1月 几号啊 11号 1月11号 所以它是到几号啊 26号是吗 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是到1月26号 所以今天我想要带大家出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搬进来新家很多东西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也顺便去买一点点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去烧货还是什么东西啦 所以我们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想 带大家出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像那一次 要烧货 对 其实想要跟你们讲 拍这个影片的主要目的是讲 要烧货 不需要烧货 因为都会有的 你们都是过来人啊 对对对 大家都是过来人啊 不是我们吧 所以你们也不用去担心那么多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出去看一看绕一绕 到底现在会不会很多人去那些着火店啊 J11啊 J99啊 Tesco啊这些地方烧货 所以我们出去再见啦 Let's go OK现在是晚上的7点 刚才6点 首相公布了 就是1月13号开身MCO 到1月26号 应该是吧 1月26号没有错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出来看一下情况吧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也不进去 因为怕如果太多的话也是不好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家附近 这里附近的一些超市啊 这些东西会不会很多了 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最主要一个影片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尽量不要去烧空那些东西啊 是不需要烧空的 真的不需要 完全全是不需要的 我们都经历过一次了嘛 你第二次我们不可能还那么纯的嘛 对不对 对 那时也拍给大家看了 可是这一次好像是可以两个人一两车出去 所以说我们要买日常用品啊 要买刺的啊 要买一些煮菜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 是的 你可以出来啊 就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去买 哦 要我帮忙 对 然后我觉得等下要快点去剪掉一个头发先 不用啦 我放剪就好了 不要 我要 省下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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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OK啦 这样我们等一下再见 Let's go 现在来到家附近的一个99 你看外面那个人还没有盖口罩 海外面还不怕 所以我看到99 哇 也是满人 蛮多人的 不知道满人那就是蛮多人的 然后他们这些 就是很多马来人在这里 就是马来同胞 还是不怕哦 我在想起司 这玩意会不怕咧 我们不明白 我也是欸 不明白 我们去前面的KK看一下 KK还好 KK是没有被好像很多人出来抢东西那样的感觉 现在11也还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边看看一下 这里是还好 所以讲 大家的民营跟我们一样了 聪明了 就不需要去抢货源了 可是不懂是不是因为太快 因为6点公布我7点就出来了 有可能太快哦 他们还没有 还在路上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也去跟他们一起塞车先 OK啦 其实我还蛮佩服他们这些人 就是这些的马来同胞 其实我觉得 我看有出新闻就是讲政府在捉他们这些人 然后罚款啊那些东西 嗯 只是我觉得 其实咯 他们没有嘎叫我们咧 他们没有阻止到我们怎样 他们没有来敲窗啊 没有来制造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 他们这是自力更生啊 嗯 还好 他们也是在生存而已 在生存 有看到报告就有讲有访问他们就是讲 其实他们是做 以前他们有做Grab Car啊 有做Football那些的 可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少人到外卖啊 他们生意越来越惨 所以他们只能被逼 出来卖一些东西来养家无口 所以我觉得 他们有手有脚的人 他们这样出来做这些东西 没有偷没有墙 我觉得 为什么不要支持呢 真的是没有影响到什么啦 我们要驾车的时候 他就会让路 停的时候他出来卖 也没有墙壁里卖也没有敲窗 可能有些地方有啦我不懂 可是在我们这里不撞是没有的 我看到他们都是 就是很有礼貌 而且他们笑容都很甜啊 是 看起来很可怜 对 所以我觉得 而且那个优酷是赚很多很辛苦耶 对对对 其实赚很少啊 所以有时候我有停下来 跟他们买一下的 如果你们有需要有想要吃的话 其实几块钱可以支持一下 对 可以支持一下 毕竟好挂他们出来投出来抢 就是 这些人 这些马来同胞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努力一下的 还蛮不错的 因为站在这样的地方不简单 很累很晒的你懂 是 是 是 刚才有看到这位印度同胞 他是没有戴口罩的 我是觉得就算你是在驾摩托 还是戴一下口罩会比较好啦 因为真的很危险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把握自己也把握人家哦 这样就跟他讲啊 没有人一发现跟他讲的吗 那有东西 就是讲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不要去学习这样的东西哦 他也有家人的嘛 很危险 然后现在也是还蛮多车的 不然是不是现在大家要出来抢扣 希望是不是啦 希望是逛工时间所以才多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你面前没有戴口罩 你也会怕的吗 有一点 可是我戴了口罩就会好一点 可是还是有距离的 那一位也是没有戴哦 哎哟 你不要鸡婆人家了好不好 这一位也是没有戴咧 帅哥 不要不戴咧 哎呦 一定要戴好你们的口罩咧 你像一个老人家诶 其实他们真的很夸张诶 在妈妈当吃东西的人 连那个服务员都没有戴口罩诶 哇 的 哇 很恐怖诶 其实这个情况政府也帮帮我们多少诶 如果是讲我们没有照顾自己的话就是 我还是觉得应该要戴口罩 真的 你吃东西可以 可是你吃完了你就穿回上去了 尽量啦 尽量啦尽量啦 就是这样的东西 哎好恐怖 好啦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地方 我想要下去看一下到底整个情况是怎样 因为我顺便买一点东西 然后我也顺便要剪一下头发 因为要出镜嘛 头发很重要 没有 然后也不懂它MCO会不会就是 关闭掉头发剪头发这些东西 所以还是最好是先剪一剪先 然后这件是我很常来的 所以还蛮安全的我觉得 然后基本上它这个时间要关店了 应该没有什么人了 OK 这样我们先下去先啦 然后我会用steadycam来拍 因为我觉得拿这样大自家的相机 下去会有点 迷人注目 迷人注目然后恐慌 所以就OK 就用steadycam来拍啦 所以可能画面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不要介意啊 现在来到另外一家99 然后看到底里面有没有人 这样的东西 其实整个情况还好 不像那时第一次MCO那么夸张 那时一公布了过后 是满满的所有的地方 是满满满满满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是没有 然后基本上有的东西都还在 过来就顺便买了 买起来了哦 妈的 然后我也是想打算来买一点冰干 就是半夜可以吃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半夜 很容易饿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买一点零食是半夜可以吃的 所以但是这样东西没有被烧空啊 所以这是非常安慰的一件事情 好彩 好彩大家听话 还有买一点蛋哦 等一下 哦 是 鸡蛋 鸡蛋还好 我们家还有吗 不用买先 还有很多一下 好啦 这里就是我每次来的 就是在我的店的对面的 叫Headset Studio 哈啰哈啰哈啰 哈啰 MCU啦 快点来剪头发了 哈哈哈 你们有重影响啊 不知道耶 现在很乱耶 出头发还没有完全讲到完哦 哦 所以我还是觉得快点来剪 不然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好了 现在已经剪好了 然后他说要帮我做头皮护理 因为我头皮很敏感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一点点就红了 这里 所以希望做的会会比较好一点啦 他每次叫我做的 可是今天我终于比他得空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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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所以你们有时间可以的话 你们可以来到不中这里 hashtag这里 支持一下他们 这里的服务啊 然后剪的skill啊 你们都OK 哇 几多 打架鱼 你打架的吗 对 打架鱼耶 哇 这个几凶哦 OK 然后终于剪啊 剪好了 看 可以吗 剪到这个长度 因为我很容易敏感 所以他就有给我那个 吸头发的 会让我比较好 所以我试看用一下 看起来 哇真的是舒服多了 这个 尖端了就是爽一点 因为它比较凉 就不会这样热 不会这样也会触油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触油的 铁头 上面长过多 是感觉很困难 中间就很严重的地方 就是这个 送我们用了 看到底好不好用呢 再给大家知道 OK啊叫我们先走了啦 好 希望 希望MCO都一切顺顺利利啦 OK 拜拜 拜拜 OK 好啦 趁还有时间 可以出来吃东西 他就想要吃他最爱的火锅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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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跟你讲话不会硬 看着 很久没有吃啊 还很久 不是 不会很久啊 再过月 哪里到一个月 那里有夸张 然后他之前就是他最爱吃的 然后我们也就觉得最好吃 每次来讲这讲这句话 OK啦 所以他也叫他的鸭舌 叫一点菜 还有肉 因为我们 我们两个人我们就叫不多 还有什么 还有我的鸟蛋 还有土豆还有鸟蛋 对 你的鸟蛋 我的鸟蛋 还有我们有叫一个炒饭 然后 刚才我一直给对面那个Burger的味道吸引到 每次 那你朋友我出来吃火锅 结果自己在那边吃鸟蛋 谁跟你做人看 是什么鸟蛋 是 是 是鸟蛋 我哪里有第一次这样咧 我嘴贱咧 你也是嘴贱啦 你还不要吃快一点 等下你又黑玩罐了 所以我们要尽快吃 他应该是10点半罐 所以我们等下我们快点吃了 不过去买 好啦现在是第二天就是12号的下午 然后晚上10点过后就MCO了 所以我们昨天就是大家看了也没有什么人是在抢货啦 所以是非常的好 也希望大家在MCO的时候就是顺顺利利 然后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之前我们也是有犯了一些错误 就是也是有有聚众啊 有聚众的时候没有戴好口罩啊这些东西 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在改变 也开始在学聪明 也开始在听话 就是不要再聚众就是好好的戴好我们的口罩 有出去就是好好的消毒 这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啦 所以这一集的影片我们就到今天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分享留言按赞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们 记得要关注一下我们IG OK So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